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离不开和人交往 初开自己的家人 我们会和一些原本没有关系的人 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关系 比如朋友 同学 同事 邻居 合作伙伴等等关系 这些复杂的关系 有时候还会相互重叠 比如谁谁谁的老公是我的同学 也是我爱人的老师的儿子 身份标签越多 可能产生的交往也就越多 那么如何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能够慧眼使人呢 其实 人的行为和语言 都是在真实的内心想法下 说出来的和做出来的 其中 语言又最能清晰地表达 当事人的所思所想 不是每个人想什么就会说什么 很多人为了遮掩自己的真实想法 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致 有句成语叫做心口不一 说的就是这种人 和这种人交往不仅心累 老是要去猜测对方的真实意思 而且对方如果屈心不良 一个不小心被对方坑了 都没有地方去说理 各位朋友也不要急 所谓咽过留声 人过留痕 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做到天意无缝 我们今天就从喜欢说这三种话的人身上 去分解一二 第一种 喜欢说自夸自雷的话 有那么一些人 不管和你熟不熟 只要扎堆在一起 就喜欢以自己的事作为话题 说自己如何如何厉害 有过一些多么辉煌的往事 有多少人又如何如何的讨好自己 自己又如何如何不屑 这种人往往自我意识非常强 喜欢别人关注自己 享受那种被仰慕的感觉 但现实中往往四处碰壁 过得并不轻松 于是希望通过自我标榜 提升自己的地位 过度自我的人 开口几句话里 必定有一句 我觉得 我认为 我从来 这些人凡事都会以 自己的需求为第一需求 很少顾及他人的感受和想法 认为得到别人的付出 是很正常的事 这种信奈的人 需要谨慎交往 第二种 喜欢说消极和不能量话 我们不舍什么人体磁场学说 也不怪什么鸡汤 就是论事而言 远离喜欢说这种话的人 对自己有百利无一害 张三想改变目前的生活质量 打算开个小翻天创业 和喜欢说消极话的李四一聊 李四就泼冷水了 这个不行 那个为难 总之就是劝你不要去尝试 万一你不听他的 创业失败了 他又掉头找上你 我老早就和你说了吧 说了不让你搞 你偏偏不听我的 这种人 不会在张三有想法的时候 陪张三考察市场 综合分析情况 提供客观的意见 给张三所参考 张三有一百个 积极的想法 李四就有一百个 立观的回应 这种朋友会把我们 托入绝望的泥潭 不可自拔 如果你没有能力 往他的内心注入阳光 那么最好远离 第三种 喜欢背后说人坏话 并以死为乐的 有这么一些人 张三不在就说张三 如何如何不堪 李四不在就说李四 如何熟和低劣 说完了还要大胆地 欲言一番 一副我看得透透的神态 这些人 可能本意不是带坏 纯粹的就是聊聊八卦 看个热闹的心态 但却不知道 这种话背地里的坏话 最容易一传十十传百 所谓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奸礼 但凡朋友中 谁谁谁遇到点事 第一个到处去宣传的人 就是这些人 一些比较影响不好的事情 会经过这些人的大力渲染 让事态进一步恶化起来 最最可恶的 也是最最可怕的 他绝非只和你说 别人的坏话 背了你 他就会和别人说你 如何如何了 这一点上 请别高估我们 和这些人的关系 不然吃亏的 还是我们 古人说 凡是要趋利避害 孔夫子更有 君子 不利 危强之下的名言 对于一言可见的危险 我们本能的 会躲避 往往这种 暂时看不见的危害 最容易被我们忽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